对 嘿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珠峰为您带来的游戏实况 那么咱们今天来玩一款这个steam上平台 由台湾同胞制作的百合相的独立的ARPG游戏 那么名头很多 这个游戏呢 重要点它是免费游戏 有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会忽略这种免费游戏 可能觉得它不是什么特别牛逼的游戏 这就是永恒之塔 姐姐你真的在这里吗 深呼吸前进吧 其实有的时候呢 很多游戏的品质 实在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制作组呢 有制作组的理想 他们也许是想让更多人玩到这款游戏 所以呢 他就免费的登陆了Steam平台 结果就因为这个游戏呢 它是一个免费的游戏 害得我下了两天呢 都没有去碰它 那么昨天晚上在直播的时候呢 我就无意之间的把它拿出来玩 突然发现这个游戏真的让人非常的惊艳 那么所以我觉得啊 作为支持独立游戏啊 支持国产啊 那个好吧 我们这里要不讨论这个台湾游戏算不算国产啊 那么为了 本来这个支持啊 中文的啊 这样说都可以了吧 独立游戏的理念呢 我一定要把这个游戏拿出来做个流程 这个游戏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么一般我们在 看到这种RPG Marker啊 做出来游戏的时候呢 都会想到啊 就是RPG游戏呗 要么是回合制 要么就像恐怖小游戏那样啊 探索制 那么我真的是第一次也许 不是也许啊 是一定是 出风我这个人呢 是比较孤陋寡闻的 玩这个游戏呢 也不是特别多啊 所以说 可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 用这个RPG Marker做的 ARPG游戏啊 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啊 我觉得这个 是这个游戏的一大进步 一大进步 一进它就遇到这么难对付的怪物啊 不能在这里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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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下去还不能放弃 再试一次 惊天一剑 看到没有 这个BOSS 好 那么这个BOSS呢 成功的被我的剑死了 剑死了 剑坏掉了 怎么办 那么他一开始的装备是比较强力的 然后后来呢 就变得这个装备越来越渣 越来越渣 那么说到ARPG啊 可能会有小伙伴会说啊 你这个胡说 等会儿 就进被跳下去了 你胡说啊 这个ARPG制作的 这个RPG Marker制作的AR游戏 不是还有野笔大型的生化危机吗 那个游戏呢 怎么说呢 它更像一个射击游戏啊 它这个 我个人认为 它并不能归为这个ARPG游戏里面 对不对 因为这个ARPG 是Attacked 就是这个动作游戏 动作游戏 那个游戏呢 更多是射射射射射射啊 不当然像我这种 这个经常用刀杀人呢 也可以勉强地 把它当成ARPG游戏来说啊 好了 那么话题撤远了 我们再来 胡说回这款游戏 那么这款这个 永恒的Sainia 永恒的Sainia 我觉得应该是承载了 这样的一个制作团队的一个梦想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说呢 我觉得像这种品质的游戏呢 登陆Steam 卖个什么2.99 3.99啊 都不成问题 甚至卖个699啊 999啊 都不一定是问题的 但是 为什么用免费的方式放出来呢 我认为不是 其他原因 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制作主 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来玩到这款游戏啊 那么所以呢 这款游戏呢 我要拿来给它做一个流程啊 非常的棒 我曾可能赢得了啊 来了 这是个Boss啊 你会放技能吗 我的攻击无效 再试一次 多 Come on 我一定要打败它 Come on 哎呀 我真的 这真的攻击无效啊 有点用逼啊 不行 我的攻击完全无效 这该怎么办呢 他自己撞晕了啊 这不能怪我啊 这是姐姐吗 哎呀 尸体啊 看来这不是姐姐 我也会死吗 不要 我不用就这样死在这里 姐姐 你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还不出现 为什么 丢下我一个人啊 这个 我们的这个主角大人呢 是一个解控啊 解控 非常喜欢他的姐姐啊 因为他的姐姐 形影不腻啊 是双手剑 这把剑的话啊 那么我们拔起了这把石中剑啊 石中剑 哎 就变得 哎呦 这个尸体呢 被这个烧了啊 你这个东西也不环保 对不对 你这个 你不知道这个 这个一般的城市都下发文件吗 啊 这个公开场合不允许烧烤的啊 这个露天烧烤应该取缔的 你这个忽然大气啊 我要惩罚你 我要惩罚你 看我的啊 城管之剑 哈 代表城管惩罚你 Come on 我归因为我身上这件衣服还没有报奖啊 所以说我的 这个防御力还是不错的 死吧 哎 让我想起了之前那个草少传里的那个 孩子 接我这招吧 这个招就叫 黄天之剑 哎 哎 有印象是这个 谁说的话吗 呵呵呵 啊 我赢了吗 姐姐 你到底在哪里 我好害怕啊 姐姐 嗯 真不得不说 人设做的真的是 非常 哎 的不错啊 这是 什么东西冲进了我的体内 哎 从我的裤子出去 从我的裤子里出去 嗯 妈妈 这应该是他回忆起了 啊 回忆起了小时候 哇 哇 哦 这食相轨 哎呀 哎呀 你这个食相轨这个走路这个姿势有一点这个 哎呀呀呀 你这样摩擦地面的走 你的脚掌应该 停满 哦 这应该是我们的姐姐 这是我们的姐姐 没事 已经不骄害怕了哦 那么这个姐姐呢 有两个非常突出的重点 突出的重点 你看到了吗 我的名字叫做 Marga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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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Sania Nia Nia你很害怕吧 现在已经没事了 姐姐会守护你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主角 和她的姐姐Margaret 这个相遇的时候 那么姐姐呢 把我们呢 把我是带到了一个 奇怪的房子里面 一般用武术的理论来说 教堂下面都要有个邪恶的小黑屋 从那之后Margaret的姐姐 一直把我当成家人般照顾 感觉就像是有了亲姐姐一样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我期盼着这份幸福 给你吃下 在这三天前 姐姐失踪了 留下我一个人 不安 害怕 寂寞 冲刺在我的心中 当有人提到说 姐姐就往永恒之塔时 心中仿佛亮起了一道光芒 我不顾一切 却要抓住这个光芒 又粗又大的光 当我回过神来 已经离开了那没有姐姐在的教堂 来到 哇 这永恒之塔 哇 好高啊 永恒之塔 那么这个姐姐真的是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对吧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然后这个 我们这个主角呢 是深深的迷恋她的姐姐 一看就是被 姐姐调教的不错 到门被锁住了 我们要冲过去吗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 我们的绝技 龟海一刀 龟海一刀 那么这边呢 是有一些 是之前的存档 好 那么这边记录完 我们接着来 我现在有剑了 有剑了 那么这把剑呢 就不会再断掉了 就比较好了 好 杀掉啊 那么这个游戏呢 一开始啊 我玩到当初 我这个 昨天试完 玩到这个时候 觉得这个游戏好像也没什么了 因为这个感觉 虽然说看起来是ARPG 但大家接下来 还是回合制的感觉 但实际上呢 我们我们后来再说 后来再说 OK 看帽 打开这个箱子 得到战士的不假 那么为什么得到战士不假呢 因为我碎了 我碎了 反正我碎了 我的衣服碎了 什么叫我碎了呢 好 那么继续的战斗 好的 那么 哇哦 哈喽 一刀 然后直接 被刺 当然这个游戏没有 被刺的属性设定 无论从哪打 它都会反击 好 那么这边的过不去 看来要触发一定的 嘿 这样是不是 跳过来 你看还附带了一些 这个比较 这个简单的解谜 让感觉这个蛮不错的 走上来 那么我们要寻找这个 我们这个解控 终于踏上了寻找姐姐之路 寻找姐姐之路 好的 那么再来一剑 好的 再来一剑 Come on baby 那么战士的披风 战士的披风 好 再来 这个人还比较稍微硬一点 塞尼亚 哎 我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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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稳住 哎 黄石你 想拿大石洞 这个好玩 这个好玩 黑色的 好有弹性的球 好想和姐姐在上面 羞耻的配 我在说什么 活力的戒指 活力的戒指 最强装备 感觉没啥必用 HP加20 好的 那么 哎呦呦呦呦呦呦 这里有个石头 转阴我 那么这边应该是有 一种不好的预感 先让女神祈祷一下 那么一般呢 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呢 就是 哎 对不对啊 BOSS的预告 BOSS的预告 好 唏嘘前进 我们来杀一个BOSS 史莱姆王 我错 好 这个史莱姆王呢 会一个冲刺啊 我们要注意走位啊 他变红了之后呢 就是他的身体啊 发热 发热了之后呢 身体就会有这个 心中就会有一种 哎呀 莫名的冲动啊 那么他冲动出来之后呢 他就忍不住啊 克制不住自己的冲动 那么向我奔来啊 那么应该一定是 因为我长得非常美丽啊 对不对 实际上呢 我觉得这个 我们这个主角 他前面有姐姐美丽啊 有姐姐更美丽 那么这个史莱姆呢 长得非常的猥琐啊 那个 又粘稠啊 一个粘稠的液体组成的怪物啊 再来 哎呦 我刚好打他之后 被割挡了一下 那么再来一剑 好 那么他正在呢 对我发出这个 再次的冲刺 那么一个走位啊 给他砍他一刀 那么我的 我这个啊 我这个人物呢 有这个非常牛逼的剑法啊 是这个 在姐姐的调教下呢 练就了一个 非常强烈的剑法呢 那么这个剑法的名字呢 就叫这个 龟海一刀 不是这个 我们怎么说是刀呢 这个独孤九剑啊 独孤九剑啊 那么只要啊 把九剑全部打出 啊就可以把敌人活活剑死啊 那么刚刚 第一 哎呀 那么这边这个 出牛逼的时间啊 稍微放短一点啊 哦哦哦 他还在冲刺我 哦 come on 啊 找史莱姆啊 那么独孤九剑放出啊 然后包括什么啊 什么玄铁剑法呀 啊 什么金蛇剑法呀 啊对不对啊 血刀刀法呀 啊不是 这个 那又不是剑了 还有什么剑啊 哦对了 以天剑法呀 啊 太极剑法呀 啊 华山剑法呀 啊 武库当剑法呀 嗯 怎么好像 不解的奇怪的东西啊 那么啊 就各种各样的剑法呢 那么混成了啊 这个 我的终极之剑啊 对不对 那么所有啊 面对我的敌人呢 都会被我打得 文风丧胆 屁滚尿流啊 最后呢 被我活活的剑死 哎 就是作为一个剑客呢 最高的境界啊 把敌人活活剑死啊 活活的剑死 哦哦哦 哦哦 哦这个史莱姆 到这个血量比较少的时候 还会有个侧向突击啊 好可怕 哎呦呦呦 好一剑啊 激活这招吧 哎呀 他在这个 最亢奋的时候 居然是免一剑的啊 好 那么一个闪避 那么过来吃一个血啊 我不给你 我不给你硬钢啊 对吧 哎 我这个是有娴熟走位的啊 我们作为一个刺客 不是 啊不是剑尸嘛 啊 我们作为一个贱人啊 这个贱人 是非常牛逼的啊 实际上我的职业呢 就叫 啊 贱人勇响啊 贱人勇响 哎好 那么我们的主角呢 贱人游侠 萨尼亚啊 终于把这个史莱姆干爆了 那么史莱姆呢 非常猥琐的 在地上一顿抽搐 然后留下一滩 这个奇怪的液体 那么我们又终于成功 打败了第一个boss 继续踏上寻找姐姐之路 但是呢 国际惯例啊 回一杀再次来袭 哦 坐着你火眼看的不少 哎 又在这个奇怪的小屋子里面 啊 姐姐跟我日日夜夜 调教我的地方 你呀 哦 好突出的两个特点啊 马嘎里特姐姐 那个我 你呀 把手伸出来 哎呀 干什么 不要了啦 来 嗯 啊 痛 啊 不要这样对我 好痛 手上都是伤 又偷跑去练剑了吧 我 皱纹 啊 妈咪妈咪 菠萝菠萝 啊 榴莲榴莲蜜 啊 可是 嗯 可以的话 我希望能够跟姐姐去去魔任务 啊 没事 哎 一堆一堆大波姐妹啊 一个大波姐姐 哎呀 和一个亲厨妹妹 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啊 我真的好好奇 教堂里都有什么器具啊 塞尼亚 为什么 一直梦见以前的事 继继续前进吧 好的 那么我们的塞尼亚呢 继续进入下一个场景 哦 what's this 这对象看起来很诡异啊 对啊 你只能往前走啊 我们根本就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啊 好 好长啊 编 人都可以 从 overall 传送 哎 别说啊 这游戏的五毛钱特效 做得还蛮不错的 三尼亚森林 我还在永恒之塔内吗 总是先四处看看吧 应该是永恒之塔的 对吧 它是属于一种这个什么 封印啊 或者是结界啊 这种感觉啊 这边还有 区域传送和天气开关什么东西 天气开关 天气效果开启 开吧开吧 显得丰满一点对不对 好 传死 好吧 他这个要我们踩到传送点 就像这个暗黑破坏神的小战一样 哦 那么这边的敌人呢 是有一定的这个强力了 哎 我还得到了一个 这个左下角 右下角得到了这个SP 不知道这个SP呢 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SP呢 是这个啊 练技能的啊 练技能的啊 特别牛逼啊 那么当然我现在没有技能啊 继续前进啊 那么在这个啊 奇怪的森林 鬼的森林里面 继续探索啊 找姐姐的下落 这个姐姐啊 晚上没有你 我根本就睡不着 好想抱着你睡觉呀 那么这个游戏呢啊 这基本的装备呢 就要靠合成的 所以呢 在路上打怪的时候 有这个掉下来的材料呢 一定要记得收集啊 我到最后装备跟不上 他就被这个催了啊 我丢 哎 哦哦哦哦哦 剑人啊 姐来了个剑人啊 妖精啊 啊 哦 为什么妖精会攻击我 前进的话 必须躲过下一发剑 使用那一招吧 按下Q 啊 发动幻影突袭 哦 这辈子最帅一次的幻影突袭啊 为什么妖精会攻击人啊 什么叫最帅一次呢 就是刚刚那个特效呢 啊 这个感觉第一次看呢 比较帅啊 再往后看呢 人家就一般了啊 而且呢 也不会突击到别人的身后啊 也会把人秒杀 come on 那么这个技能呢 有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在你释放的时候呢 啊 它是 你是不会遭到这个反击伤害的 因为我们在打人的时候呢 啊 会这个 敌人呢 会对我们进行一个反击 那么按这个Q技呢 啊 Q技啊 它是不会进行反击的 那么这个技能啊 非常好用 所以我们都收点击 come on 一个瞬移 好的 一刀两刀啊 迎风一刀斩 迎风两刀斩 迎风三刀斩 迎风四刀斩 好的 啊 这套剑法呢 一共有十八诗啊 如果能把十八诗呢 一口气啊 连续啊 不断地发出来啊 惊天地 气鬼神 啊 我就死了 累死了 去死吧 妖花啊 哎 妖花这个好东西 我这个人呢 最喜欢吃的菜啊 就是这个火爆妖花 这个 好吧 好吧 它不是一个妖花 好 那么继续升级技能 come on 好 这个 哦靠 迎风一刀斩 啊 这个技能叫什么 幻影突击啊 我们不要随便改这个名字啊 要尊重作者 对不对 迎风一刀啊 不是 幻影 对 迎风 迎风 幻影机 什么 反正是 反正就是什么 鸡啊 什么鸡 好 那么看看啊 我们现在拿到的物品啊 剑术心得啊 要四张才可以组合 好 继续到下一个房间 哇 一个瞬移 come on baby 来吧 妖花啊 火爆妖花 boss区域 boss能力较为强大 建议装备 究极系列装备 OK 那么先不来打他 哎呦 哎呀呀呀 好吧 就这个是真的啊 要不就这样 试了三次才试到真的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 那是精灵啊 哎呀 哎 精灵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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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轨迹 能不能有点 哎 看帽 哎呀 好 迎风一刀斩 哎呀我去 你能不能不挡路 你 你跟谁一伙的 好 杀掉 他们的 反正这里有这个生命回复啊 来叫我 啊 吓死我了 还要被吃掉了 哎 这是RPGMark的基本素材之一啊 啊 真的是精灵的 好小的 小小的 好可爱 好想把你放到我的裤子里啊 怎么办 感觉好紧张 谢谢你救了我啊 不会 他只能跟我搭话了 好开心 你也是为了永恒而来的吗 你看到没 这个Sania跟这个人说话呢 啊 非常的羞涩 你看就是经常被姐姐啊 困在屋子里调教的结果就不会啊 你连影红都吃什么都不知道就进来了吗 啊 我是来寻找姐姐的 我也正在找女王大人呢 啊 女王大人 啊 可以拿你的屁边来抽我吧 我们精灵组女王啊 这个 马夫卡啊 我知道达夫尼 啊 是个邪 嗯 三年前制作森林突然出现了许多怪物 因为怪物突然出现了关系 我们女王被困在森林深处 问担心女王的安危 你能去森林深处帮我找女王的下落吗 森林深处吗 说你再来给找到姐姐 嗯 我会帮忙的 真的吗 嗯 太好了 谢谢 我叫Sania 那么为了答谢Sania的帮助 就让我教你合成的方法吧 哎 这把可以合成装备了 好的 那么 我们来合成一下啊 那么武器也是有个新的可以合成 那么防具呢 啊 精灵护甲 然后包括这个精灵护风 哎 都可以合成了 然后在装备上 更换为最强 哎 这么就变得强力了啊 嗯 哦 送了我俩精灵水晶啊 那么这个以后再用 OK 我们继续上路啊 那么我们要找自己的姐姐啊 还要帮这个会飞的带翅膀 这个小怪啊 这个精灵啊 来找他的屡王陛下 啊 再来一戒 再来一戒 好的 那么这边有个开关 按往身后 那么这个游戏呢 还是使用了比较多的 这个基本素材啊 但是 看起来是很不错的 好的 接我这招吧 得到了精灵啊 精灵布料 那么继续的升级技能啊 幻影突击 现在单击百分之百二的伤害 哦 突击 直接秒杀啊 听说你不会还手 死的 棒棒棒棒棒棒 好 这边过来拿一个东西啊 这边的上面有一个非常牛逼的箱子啊 打开 得到鼠背心得 那么这就是你收集了四样废纸啊 不是废纸 四样非常有用的纸啊 然后可以合成一样东西啊 开 继续下一步啊 哦 这边的怪呢 又变成这个 这把在追捕的 在追捕精灵的这个 比较强力的怪啊 小蜘蛛 哎 我这个人呢 最讨厌蜘蛛了 从小的时候 家里就好多蜘蛛了 当时就非常的happy啊 这边又是个boss区域 我这么狭小的boss区域 不是欺负人吗 这个小时候呢 家里到处都是蜘蛛啊 我后来才知道 如果家里蜘蛛多的话 起码蚊子什么少一些 哎 不过呢 都是后话了 现在家里都是没蜘蛛了 到夏天蚊子 突然都到处都是 哎呀 哎 没看到 说到蚊子的话 如果在家里养个青蛙 会不会更好一些 青蛙不是吃的玩意吗 那么刚刚那个宝箱呢 现在是拿不到的啊 细能还没有提到这个 可以拿到一个宝箱的技能 OK 哎哎 剑术心得残片 这样可以组合起来啊 可以使用一下剑术心得一张啊 然后后面应该呢 我猜到没破的话 应该还有什么 二张 三张 四张 五张 只能不过去 过去 好吧 过不去啊 射箭是蛮严谨的 好 那么这边可以存档啊 那么看时间呢 也差不多了 那么咱们这期呢 就先到这 咱们下一次呢 再来继续这个 萨尼亚啊 百合少女的历解啊 那么咱们就下次再见咯 哎 等一下 是怎么有人 哈喽 啊 有这个奖励啊 他这个奖励呢 是 一二 一 啊 看到没有啊 看到没有 那么说到这个游戏呢 因为它是一款免费的独立游戏啊 那么官方呢 也是开了一个这个赞助的链接啊 我我虽然很想赞助一下 但是网站怎么也打不开 所以呢 我就选择用这个做实况的这个方式啊 来给这个游戏呢 更加推广一下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下载来玩玩 永恒的萨尼亚 非常不错的一款 这个RPGMarker啊 RP制作大师制作出来的 A-RPG游戏 好了 那么咱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